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它人文看起来是很简单 实际上它里头是很复杂很复杂 这就是所谓的上色 这就是看你自己的感觉了 你怎么能把色给它添加进来 做出那种层次感 上色的最后这个平整度 我这个是自己创新的 我们现在用的 我现在是创新的 因为上色的早就和画画一样 大笔的去回起来就画 最后就利用这个震动 平面震动法 把这个画面就整平了 它的优势就是它做出来以后 它的层次感 它的立体感 肯定就比一般国画和水彩画的 优势要强 也有人问过我 就是说 我有没有最满意的一部作品 对于我来说 我到现在为止 我也没有满意过一部作品 因为我还不断地就在想构思